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打你的面颊 也把另一面转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外衣 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 凡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 别再说回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 若你们爱 那爱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 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为能如数收回 但是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他们 借出 不要再指望收回 如此 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 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 因为他对待忘恩负义的人和恶人是仁慈的 你们应当慈悲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 你们不要判断 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 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赦免 也就盲赦免 你们给 也就给你们 并且还要用好的 连岸带遥 以至外溢的伸斗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生斗粮给人 也必用什么生斗粮给你们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当您听了这段圣言后 有没有感到压力散打 如果在生活中实践 是不是感到很有挑战呢 是的 耶稣教导的爱仇人 善待恼恨者 祝福诅咒者 不害怕被打脸 不拒绝拿我们内衣的人 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等等 这些行为都不是正常人能够接受的 完全违背了人内心的自然规律 希望读到这段圣言的人 一定不要误解耶稣的教导 而要努力领会他的内在意义 有一句话是这段圣言的核心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内在的深意 这句话就是 你们应当慈悲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 这里的慈悲 也可理解为爱的内涵 因为天主是爱 天主对待忘恩负义的人 和恶人都是仁慈的 可见天主的慈悲多么大 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 所以我们应当像天主一样慈悲 有的弟兄姊妹开始犯难了 心想我们怎么能和天主一样呢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和天主一样 而是要与天主的爱一致 天主的慈悲要借着我们与他人分享 使人体验到天主的爱 虽然爱仇人 善待恼恨者 祝福诅咒者 不害怕被打脸 不拒绝拿我们内衣的人 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我们很难面对和实行 但是 如果这个仇人 恼恨者 恼恨者 诅咒者 是自己的儿女呢 您还会觉得很难面对吗 还有什么是我们放不下的呢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是做不到耶稣的教导 而是我们有没有一颗疼爱子女的心 就如天父对我们的爱一样 如果我们的内在常常充满了天父的爱 我们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 更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付出爱的 因为我们的心完全是天主的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